講到現在的天氣變暖 再來紅山風也要來 這一邊休憩又開始 看今年全台灣本土天九 一邊的統計到四月底 已經有一百六十三例 昨年疫情最次檢驗中的台南 在今年三月初六 總算是選佈疫情收散 所以接到現在最新的一部 疫情出來七個大白日經 國內政府都開始在拼奉疫 天九節怎麼來 今天《街破新聞》 我們就請押准為我們須分明 市主播 我們今天來《街破新聞》 就要來關心天九節 我們最近的天氣開始變暖 而且進入不算好幾 國內也都轉開五方天九節的台作戰 我們來看到 近年因為國境開放 對國外台北入境的壁壘是大大增加 而且幾年的貨水也有較高 天氣很熱 其實我們國內天九日疫情是很嚴重 只有本土壁壘就超過兩萬一千例 創下日空英五年以來的新冠記錄 其中疫情最嚴重的就是台南 一直到今年的三月初六 才算佈疫情收散 不過沒多久這尊台南又有出現 七雷天九日經過於一壁壘 目前我們全台灣的天九日壁壘 大部分都是對他東南亞來的經過壘 這關書也聽說 尤其是對印尼跟馬來西亞 他們的疫情有較嚴重 帶回來台灣的壁壘也比較多 得要特別注意 所以這尊我們國內行政負貨是都爬得很嚴重 青春台南市新北市頂頂 這兩天也都家共在順著 不要掃有環境 也有 提醒觀眾朋友我們大家也都要自己注意 身外環境要有風 天高這三星湯白白 第一步就是要順 要順看我們家裡面外面的湯 頭腳也是鎮仔甘有蓋水頂頂 那是有蓋水就要把它倒掉 沒想到這的頭腳就要沉沉的 它如果說要撈累 我們這頭腳也有可能去讓蚊子生涼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擦擦擦 而且要倒閉 才不會再蓋水生性浪湯 不過大家就要注意 我們這水就要倒在頭腳 讓它不可以倒下去水溝裡面 否則這時候水池換一個地方 繼續生涼 一樣有生性天高的風險 另外除了我們的生活環境要拚掃以外 我們如果要去室外去山區 比較多湯湯湯湯湯湯比較高的地方 我們就要盡量穿穿穿衣服的衣服 也就是說也要穿蚊子 當口也要噴風蚊水 這樣才可以來有風天高烈 今天在我們的該播新聞的公告家 接下來將兒子的頭到回去給祝福